阿阳 你又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小花突然开口询问许阳 似乎已经看穿了自己男人的内心一般 果然 许阳微笑着扫了他眼 什么都瞒不过你啊 我说 你们两个在打什么哑咪呢 说来听听啊 塔利亚在一旁 粗位十足地提点着 很简单 这虎王族内势力强大 硬攻的话会引来不必要的动荡 毕竟虎王乃是石王尊之一 身份特殊 我们不好贸然动作 更重要的是 三个首领当中相互嫌隙 这就给了我们这些外人钻空子的机会 只要选准办法挑拨离间 都能给虎王一族致命打击 许阳这么一说 大家也都来了兴趣 可是具体要怎么做 谁都没有主意 只能乖乖等着许阳给出具体的安排 我来帮帮你们吧 就在这时 白虎少年走了出来 一脸神气的抱着双臂 显然是有他大显身手的机会了 不过看样子 他是不打算白帮大家的忙 肯定要弄点好处的 许阳何等聪明 知道这小不点的意图 掌心一挥 给他准备了一包香喷喷的猪头肉 果然有了吃的 这伙立刻规规矩矩听评许阳的摆布 利用他自身强大的白虎元神 与许阳团队所有人 包括那三头恶犬首领绑定在了一起 而后 元神之力游走全身 自然而然的 便让大家具有了幻化之脑 不过眨眼的片刻 许阳等人全都变成了白虎一族的样子 与那些白虎虎族战士们别无二致 这样就有了大摇大摆 蒙混过关的基础条件 按照许阳的打算 他想让大家潜入猎犬首领所说的那个 两个虎族首领的秘密基地 好生扫荡一番 接下来 距离万事俱备 也就只差一张通行证了 许阳念头刚出现 通行证就来了 一组白虎战士 正在前方不远处的湖岸口 进行捕捞任务 许阳目里一扫 加起来只有六个白虎战士 其中一个没动手 显然就是这批战士当中的头目了 刚好被他看见许阳等人 立刻朝这边抬了抬手指 吆喝了两声 殊不知 他这样的举动 郑重许阳等人下怀 顺势跟了上去 你们几个 哪个队伍的 有什么任务吗 许阳动作很一致地摇了摇头 谁都没有开口讲话 老子问你们呢 哪个队的 没有任务在这下转要什么呀 这白虎头目派头很足 却是遇到了许阳这几个刺头 当真是一点面子都没有给他留 我们是三首领的禁卫 来这边巡逻的 放肆 禁卫又怎么样 没有任务令 谁都不准在任务区肆意窜动 走 跟我一起归队 我要带你们去见三首领 许阳嘴角青阳 眼看对方这么不开窍 只能提前送他下课 只听到十分清脆的一声响动传出 许阳化作一道流光 已经来到了这家伙的背后 当着所有人的面 扭断了对方的脖子 同这一瞬间 其他团队成员纷纷行动了起来 以迅雷之势强横出手 直接是将这几个白虎战士 全部清理得干干净净 按说白虎一族强者实力远不止于此 他们更多是因为没有足够的防备 就被许阳一方的雷霆突袭彻底击垮 紧跟着 白虎少年来到了这个头目的尸体面前 强势抽取他的记忆部分 而后从他口袋当中掏出了一枚十分精致的令牌 拿到了 这就是进入秘境区域的令牌 他们这次的任务就是为秘境打捞营养物 我们刚好拿着这些战利品混进去 路线也都已经搜查得清清楚楚了 许阳很满意这小子的手段 辛苦有你在 否则的话我还要花费更多的力气才能完成这些 你小子不愧是白虎神兽一脉真正的王 许阳给了白虎少年很高的评价 也是让这小子黑黑傻笑个不停 一路抬着这些物资 众人很快便来到了秘境入口 果然 这秘境附近戒备可就相当的严格了 若非神兽白虎的原神庇护 恐怕许阳团队甚至可能会露出马脚来 好了进去吧 就在众人顺利通过层层检验 准备进入这秘境内部 经最后一道阵力通关的时候 三头猎犬首领的身上 突然释放出了一道暗红色的光芒 与他本体的气息发生了强烈的冲突 直接将他整个人从阵力核心崩了出来 当他的身体躺在地上的一刹那 身上的白虎原神气息 已经被那阵法狂暴的力量碾成了粉碎 迫使这家伙直接献出了原形 三头猎犬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冒充我虎王一族妄图进入秘境 该当何罪啊 虎族这些头目们纷纷上前 将暴露了身份的犬王围在了中间 徐阳等人本能地想要出手 大不了直接一锅端了这秘境 大家却都没想到 那三头猎犬首领为了保住众人的身份 果断选择自爆本源 化作一道烈光消失在了基地中间 他这样的举动的确是达到了目的 毕竟徐阳几人可都是人族 而塔利亚女王的血脉连接两次的大幅度提升 也让他的实力远远超过了这法阵能够检测的范畴 更重要的是 这丫头体内有了徐阳的本源气息庇护 哪里可能会被这些低劣的外部力量检测出真身 自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玄武分身直接将锅甩得干干净净 让团队中人彻底摆出了嫌疑 全员通过了进入秘境最后一关 只是所有人没想到 这虎王一族的专属秘境空间 竟然建造得如此精致奢华 丝毫不弱于虎王尊的主宫殿 塔利亚女王愤怒到了极点 这也更能体现出 虎王一族根本不是一个完美的区域领导者 他们理当被更强大的蛇人族女王取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